当当 我今天请来了好历来 还是凹凸曼的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陈 上一期没有不愿我的奶油甜品梦 这一期给她安排起来 满杯芋泥 好历来的不能再关门了是不是 哇塞 我那个芋泥好细腻啊 没有任何颗粒感 底下是黄油饼干碎的那个底 嗯 我感觉还吃到一点 咸滋滋的味道 甜度大概在十分在六分 嗯 来一个这个奶背 哇好软啊 我都不敢使劲捏它 哇 哇 特别的软嫩 湿湿软软的 它那个外边这套奶粉 感觉 没有上回吃那个白托奶油蛋糕奶粉那么奶味那么足 整体那个口感就是你一抿那个蛋糕就 就是 黏在你的嘴里了 哎巧克力味挺浓郁的 这个满杯可可 上面还有针子碎 看 哇 这个巧克力味好浓郁啊 我觉得它这个应该都是做的那个芝士奶油我感觉 那个芝士奶油 那个芝士奶油的要比这个吃起来更轻盈一些 这个就比较 浓重 来个丸子缓解一下 脆骨丸 能看到上面那个脆粒粒吗 把这个给我爸妈一人留一个 我上次买那个白托奶油蛋糕他们俩就特别爱吃 我估计这个也很爱吃 超级藤椒 牛肉贝果 把这个加热一下 加热回来了 就是有点烫了又 趁这个工夫 咱们 泡个面 咱们今天整一个这个 汤达人的这个 这是干嘛的 这个设计师就是怕烫 然后设计的这个壳吗 我说它不是给那个什么设计的 哎呀 咱也没吃过 这太高级了吧 这个泡面 这个意思是 预热三分半 然后注水后置于碗盖上 哎 没事没事 叉烧肉我就不放了 我不喜欢 不咋喜欢吃叉烧肉 头一回吃没啥经验 下回就知道了 我盖我自己 哈哈 贝果 这个好酸辣 那个酸辣味道好冲 里边还有土豆泥 里边有酸笋 它作为一个面包来说 还是挺辣的 尝一个这个 椰蓉小贝 这个是我在那个711买的 我感觉这个比好里来 甜出了一个度 真的 我感觉是 蛋糕体还是挺软的 椰蓉的味道 没有那么突出的感觉 椰蓉的口感比它的味道更突出一些 芋泥奶包 这个也好软 这个有点冰面包的感觉了 这个奶粉的香味要比刚才那个奶粉的香味重我觉得 我还挺喜欢吃这个奶粉的 这个甜度就更不高了 我觉得 10分 也就4分 没啥甜味 吃了我一桌的奶粉 还是面看着很哇塞 我最近特别迷面食 老小老馋面食 老馋面食 老馋面食 这个面的口味非常好 香肠 我觉得这个碗的这个方形的设计真的很好 你看 因为就这个口正好可以喝汤 不容易撒 我感觉我吃饱了 我感觉我吃饱了 今天胃口好像不是很 还是她没吃呢 尝尝吧 这估计都拿不出来 这挺软的 这个不错 哎 这个行淡淡的红茶香味 不腻 这不腻 这比刚才那椰蓉小卷 好太多了真的 这个奶油我很喜欢 它是这种 就是很 这叫啥 这是什么奶油 就是淡奶油吧 这是淡奶油应该是 嗯 这个行 这个行 就是 不甜不腻 还带着点点点红茶的那个香苦味 这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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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这个行 一直重复一句话 好了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